第七课 成语故事 一 生词 成语 烂鱼冲树 鱼 乐器 吹 国王 合奏 一起 入迷 吹牛 叉 砖 丢 根本 乐队 负 混 死 儿子 独奏 下 溜 自相矛盾 毛 盾 矛盾 从前 从前 吸引 顾客 叫卖 桥 举 举 与 尖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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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烂鱼冲树 中国古代有一种乐器叫做鱼 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 国王特别爱听 国王有三百个吹鱼的人 他喜欢听合奏 总是让这三百人一起吹鱼 优美的音乐让他听得入迷 一天 一个叫南郭先生的人 抱着一个鱼来见国王 吹牛说 我也会吹鱼 吹得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味差 国王相信了他的话 就收下了他 叫人给他吃的穿的 南郭先生一点也不客气 专要好的吃 专挑好的穿 却把鱼丢在一边 原来他根本不会吹鱼 每到合奏的时候 南郭先生就坐在乐队里 做出一副吹鱼的样子 骗过国王 就这样一天天的混饭吃 后来国王死了 他的儿子当了国王 新国王也喜欢听吹鱼 不过 不过跟他父亲不一样的是 他爱听独奏 不喜欢听合奏 这可吓坏了南郭先生 他觉得自己再也混不下去了 就偷偷地溜走了 二 自相矛盾 从前 有个卖毛又卖盾的人 为了吸引顾客 高声叫卖 快来看 快来买我的盾和毛 他先举起自己的盾说 我的盾特别坚固 不管用什么锋利的毛去刺 都刺不透 接着他又大声喊 快来瞧 快来看 不锋利 不要钱 一边喊 一边又举起自己的毛 大声说 你们再看看我的毛 它锋利无比 不管多么坚固的盾 它都刺得透 站在旁边的人 听了他的话 觉得很可笑 其中一个人站出来问他 既然你的盾坚固的 什么也刺不透 你的毛又锋利的 什么都刺得透 那么请问 用你的毛去刺你的盾 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卖毛和盾的人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课文 一 烂鱼冲树 中国古代 有一种乐器 叫做鱼 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 国王特别爱听 国王有三百个吹鱼的人 他喜欢听合奏 总是让这三百人一起吹鱼 优美的音乐让他听得入迷 一天 一个叫南郭先生的人抱着一个鱼来见国王 吹牛说 我也会吹鱼 吹得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味差 国王相信了他的话 就收下了他 叫人给他吃的穿的 南郭先生一点也不客气 专要好的吃 专挑好的穿 却把鱼丢在一边 原来他根本不会吹鱼 每到合奏的时候 南郭先生就坐在乐队里 做出一副吹鱼的样子 骗过国王 就这样一天天的混饭吃 后来国王死了 他的儿子当了国王 新国王也喜欢听吹鱼 不过 跟他父亲不一样的是 他爱听独奏 不喜欢听合奏 这可吓坏了南郭先生 他觉得自己再也混不下去了 就偷偷地溜走了 2. 自相矛盾 从前 有个卖毛又卖盾的人 为了吸引顾客 高声叫卖 快来看 快来瞧 快来买我的盾和毛 他先举起自己的盾说 我的盾特别坚固 不管用什么锋利的毛去刺 都刺不透 接着 他又大声喊 快来瞧 快来看 不锋利 不要钱 一边喊 一边又举起自己的毛 大声说 你们再看看我的毛 它锋利无比 不管多么坚固的盾 它都刺得透 站在旁边的人 听了他的话 觉得很可笑 其中一个人站出来问他 既然你的盾坚固的 什么也刺不透 你的毛又锋利的 什么都刺得透 那么请问 用你的毛去刺你的盾 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卖毛和盾的人 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